近日俄罗斯军方在莫斯科航展上公布了西自主研发的第二款隐身战机 该机全身被黑布遮盖 已经亮相并引起众人的注目 根据现有情报 这款五代机代号将军 对标的是美国的F-35隐身战机 来用单发DSI进气道 起飞重量18吨 飞行时速2马赫 那么这款五代机的亮相 能否给美国的F-35带来挑战 又对当今国际五代机市场有何影响呢 在介绍新内容之前 新进来的看官老爷们点点关注 这样既能浏览往期视频 又能接受到最新的视频分享 2005年 随着美国F-22服役 使各国对新型隐身战机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 作为当时全球第二大军事强国 俄罗斯不甘落后 当时那个红色帝国虽已落幕 但却也遗留了大量先进技术 由苏霍伊当局自主研发的隐身实验机 T-50于2009年首飞 也是全球出美国之外 第二个研发出隐身战机的国家 T-50的出现 引起各国媒体格外关注 但由于资金技术多方面的影响 T-50的研发之路十分坎坷 在中国歼20服役三年之后 T-50经过了长达11年的漫长研发 终于在2020年正式服役 并更名为苏武器 苏武器虽然机动方面十分卓越 但其隐身能力一直备受质疑 而在莫斯科航展亮相的这款新型战机 在性能上有哪些进步 隐身能力又如何呢 根据俄罗斯苏霍伊飞行设计局发布的消息 与航展中亮相的新型战机将军 是一款多用途轻型战斗机 最大时速2马赫 极飞重量18吨 作战半径在1000到1500公里之间 该机设计结构很轻 空气动力学设计十分精细 并装备了最新的产品三菱发动机 因此其推重比可以达到1比1 并且具备短距离起降能力 在进气道上 苏霍伊并没有照搬苏武器 而是采用与歼10B相同的腹部DSI进气道 这种改进使其在隐身能力上更优于苏武器 而在武器方面 将军战机最大战斗负荷可达7400公斤 内置弹舱有三处 一处在基辅 两处在基侧 侧舱可容纳R7374系列 或未来发展的短程空对空导弹 此外还可以携带导弹型无人机 步步弹舱为主弹舱 除了可以装备三枚空对空中程远程导弹外 还可以挂载射程可达200公里的AH-58USHKE反辐射空地导弹 或者一枚KH38模块化短程空地导弹 多种携带方式表明 央军是类似于F-35的多用途战机 另外该战机会将采用更为先进的人工智能 不仅能够实现飞机内部的自我诊断 显示飞行状况 还能够根据探测系统显示的数据 进行分析组合 及时向飞行员汇报战场态势 甚至可以代替飞行员实现无人驾驶 可以说人工智能AI就像副驾驶一样 极大的减轻了飞行员的工作量 在雷达系统上 央军战斗机采用了和苏-5G相同的AESA雷达系统 该系统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并可以持续跟踪30个目标 同时锁定攻击6个目标 在机身的前部、上部、驾驶舱前部 各有一个被动红外探测和跟踪系统 机身下有一个可用于探测和监视 空中和地面目标的光电系统 EOPS 这一点与F-35十分相似 同时它还有一个光电半球探测系统 可以360度探测敌机和导弹 除此之外 将军战斗机还装备有先进的无源电子探测系统 可以识别和定位敌方雷达 不管是敌方战斗机、导弹、预警机还是防空雷达 传感器一旦探测到敌方信息 可以快速汇总并呈现在机舱内的大屏幕上 如果这些数据属实的话 那么这款将军的出现会给F-35带来极大的挑战 F-35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研制 于2011年正式交付美国军方 该机空重13.1吨 最大飞行速度1.6马赫 作战半径1160公里 内置弹舱可携带两枚AIM-9X进程弹 或AIM-120中程弹 和两枚J-DAMG炸弹 此外机翼处还有四个挂架 可在非隐身作战中使用 整个F-35最大载弹量为6到7吨 在发动机上 F-35采用普惠公司研制的F-135发动机 该型号发动机 是由F-22所装备的F-119发动机改进而成 背力可达125千牛 根据上述数据 我们可以发现 俄罗斯的将军战斗机 已经在多个方面超越了F-35 首先在速度上 将军战斗机最大飞行速度可达2马赫 比F-35多出0.4马赫 尽管F-35采用了推力高达19吨的发动机 但作为一款多用途隐身战机 F-35机体内置大量的机载设备 以应付繁重的作战任务 导致其严重超载 这也是众多军迷将F-35称作肥电的原因 反观将军战斗机 同样是一款可实现多用途作战的战机 在外形上看起来十分轻盈灵巧 而且在产品三菱发动机的加持下 其挂载能力也不输于F-35 其次在航电设备上 F-35采用了ANAPJ-811有源像控制雷达和光电分布空镜系统 可实现360度的环视视场 将图像投射到头盔面罩上 飞行员可以通过自己的眼睛 穿透各种障碍 看到广域外景图像 F-35的头盔显示器系统包括 头盔显示器 DMCH和头盔跟踪系统 可以为飞行员显示关键飞行状态数据 任务信息 威胁和安全状态信息 同时系统还能引导武器和传感器 至向所关注的区域 或发出视觉提示 告诉飞行员应该关注的区域 另外为了减轻F-35机身内部的固定载盒 并且保持其多用途作战能力 美国军方已经开始打算研制无人驾驶版F-35 无人版F-35将取消座舱航电 座舱盖 弹射座椅 生命保持设备等一系列机载内部设备 这样战斗机就可以装载更多的机载设备 获占更多的作战任务 重量减轻的情况下 机动性以及航程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而为了对抗F-35 将军战斗机的一大亮点 就是其同样采用了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 根据UCA的官方消息 将军战机可以采用有人驾驶模式 这种说辞不得不让人猜想 将军很有可能具备无人驾驶的能力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F-35所具备的优势会进一步缩小 最为重要的是 将军战斗机具备更为低廉的价格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总裁 谢尔盖·切梅佐夫透露 金型隐身飞机将军将预计耗资2500万至3000万美元 价格甚至低于欧洲国家装备的先进四代半战机 对比F-35 F-351.3亿的高昂价格更是具有巨大的优势 而且就算是拿俄罗斯自己的F-35S相比 将军同样具备价格优势 前者需要8000万美元 一个标准的五代机 比落后自己半代的战机还要便宜一倍之多 如果事实真如俄罗斯官方所说的那样 那么将军将会是一款性价比极高的战机 非常适合俄罗斯这种经济落后 又急需扩充军备的国家 这款战机既然如此优秀 那么它要何时才能服役呢 并且能像俄方畅想的那样畅销海外吗 根据俄罗斯当前的经济和国防力量 这款战机不仅会装备俄罗斯空军 也会大量的对外出口 莫斯科航展上的亮相 就是借机吸引眼球 为外销做预热 俄罗斯副总理鲍里索夫也明确表示 他希望这种新型战斗机 可以消往印度、越南和非洲国家 他还预计外国客户 至少会订购300架这样的飞机 暴里索夫还透露 已经有国外客户对这架新飞机抛出了橄榄枝 将军还未研制成功 就已经吸引了众多买家 其出口之路看似十分光明 但现实则是 将军目前仍处于原型机阶段 更为完整的实验机是非 要到2023年 而量产就要到2026年 到那个时候 中国和美国的六代机研制计划 过去已经实现突破 F-35和中国FC-31 也势必会在技术上实现升级 将军战机能否赶上时代潮流实现热卖 还是个未知数 而且它的价格同样备受质疑 当初F-35在研发阶段时 美国就曾向合作国家承诺 预计价格会在0.3亿左右 结果到了最终外销时 价格涨到了1.3亿 所以将军战斗机的价格 大概率会比俄罗斯官方所预测的要高 毕竟作为五代机比米格29M2还要便宜 实在是有些离谱 鲍利索夫的说辞 本有可能只是起一个宣传作用 还有就是为将军的研发争取时间 在巨大的价格落差面前 一些国家很可能暂时放弃购买美国F-35的计划 而是选择等待俄罗斯将军战机出炉 这样将军能否在2026年实现量产 就显得格外重要 从时间上来说 拥有五年的时间 再加上在苏武器上遗留下来的宝贵经验 2026年实现量产 理论上是有很大可能的 但考虑到苏武器刚刚服役 部队的需求量极大 以俄罗斯现在的经济状况 很难兼顾苏武器的量产和新型机的研发 将军的研制计划很有可能因为资金短缺而脱后 可以说俄罗斯将军隐身战机的前景 并没有其官方报道中的那么乐观